快為金鐘50按讚 天天送5000 還有機會玩彩金耀耀的抽6萬大獎 白飯淋上有量肉燥 台北市老店金楓滷肉飯 是觀光客來台必打卡地點 我這幾天老頭上門卻撲空 大排長龍的場面也不見了 雖然金楓刻意掛出聲明 表示全體正在休假當中 未來要這樣公文卻可以發現 他們其實是因為沒有開發票 遭到國稅局勒令 停業時間 根據財政部規定 每月營收只要達到20萬元 就得開立統一發票 金楓雖然怪怪遵守 卻常常以忙碌為由 就這麼忘記把發票開給消費者 更從103年10月到104年3月接7月 都被國稅局抓包 沒開發票 一年查獲三次 國稅局寄出停業10天 以示警告 都上班快10年 快10年沒有看過 對 你剛才知道為什麼嗎 不知道是不是發票吧 還是 審資很多耶 怎麼講 大概一個月要30幾萬耶 還有用人耶 估計這回停業損失超過百萬 排隊名店遭盯上不是沒理由 或許公正包子阿捨乾麵 清新扶全也都傳出 因為沒照規範開發票 挨罰損失慘重 難道真的都罰不怕嗎 用年度來算的 一年度如果被查獲一次 20天 兩次20天 第三次以後就是4個月 只是金楓明明在2006年 就被罰過一次 這一回再被開罰 估計年營業額 已經破億的排隊老店 恐怕真的得好好開發票 以免得不償失 解夏郡仲裏面是小組 台北藏不倒